4月20日,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、卫生防护中心通报,截至下午4时,香港当日威鲁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个案。 这时自3月5日以来,香港首次单日新增个案为零。 从3月下旬开始,香港确诊个案快速上升,输入个案占多数,同时还出现多宗感染源头不明的个案。 特区政府出台多项新措施,强化防疫防线,从严控境外输入,减少车区传播,强化简易设施,及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,全方位确保市民健康。 在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之下,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近期有回落趋势。 特区政府卫生署每日通报的数据显示,4月12日至19日的单日新增个案均为个位署。 但卫生署提醒市民污调以清新,时刻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。 此外,鉴于全球各地的疫情仍然非常严峻,强力呼吁市民应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。